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8月22日 欧洲冠军联赛第五圈赛事,周三凌晨迎来角逐 届时格拉斯哥流浪将会主赢PSV燕豪分 两队上届赛事第五圈首回合打成平手 同时彼此近况都相对理想 此番再度相遇合局一场并不出奇 格拉斯哥流浪自从0比1布迪基马诺克遭遇赛季开门黑后并没有气馁 反而球队支持而后勇 在最近的四场各项赛事中交出三胜一合的不败佳绩 其中进攻端有保证军场入两球以上 且后防军场失球数能够保持在一球以内 攻防两端亦可谓交足功课 两名金下来头的前锋施里尔迪沙斯以及丹尼路彭利拿 展现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 他们目前各项赛事均为格拉斯哥流浪攻入了两球 是球队的主力得分手 其中施里尔迪沙斯在上一圈首回合主场 击败赛维特的比赛中贡献入球 因此是以他的发挥值得留意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对手是一来势汹汹 格拉斯哥流浪不想主场失利的话 必须要打醒12分精神 阵容方面 中场恩奥福伯赫和史提芬戴维斯 因伤免疫 PSV新赛季开局状态极其出色 除了斩获各项正式赛事五连胜之余 球队一已经收获了金记首座奖杯 荷兰告鲁夫顿 其中卢克迪庄领衔的攻击线表现出色 球队近五战当中军场入球数接近三球 而卢克迪庄本人近四战 更录得四个入球 其中上一圈首回合交手格拉茨还能完成没开二度 他无疑是球队此行的关键所在 其实早在上届第五圈赛事 PSV就和格拉斯哥流浪有过交手 当时首回合PSV同样是做客的一方 该亦双方战成2比2平手 因而即使PSV开局势头凶猛 是意义难言稳胜格拉斯哥流浪 何况对手近况并不差 同时上届次回合PSV回到主场还遭到对手零封 只不第五圈 因此PSV此行想要完成复仇 需要踢得更落力 阵容方面 后卫奥比斯波以及中场末路祖利亚等人音商缺席 感谢您的收听 肚子